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5号表示 俄军将同卢干斯克和顿涅茨克武装 继续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各项任务 俄对乌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 将持续到完成所有既定任务 绍伊古指出西方国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 意图使俄乌冲突长期化 目前俄方的优先任务是保障俄军官兵 及普通民众的生命安全 俄方正采取系列措施 确保黑海和亚素海水域的航行安全 绍伊古还透露 统计显示最近10天内 共有170名外国雇佣兵在乌被消灭 另有99名雇佣兵选择离开乌克兰